下日鹿島 犯人出沒之意 要數台灣的潛水勝地 被太平洋重重包圍的鹿島一定榜上有名 由於鹿島海底有緩方 珊瑚可以在這裡生長 珊瑚魚遊走期間 海洋生態非常健康 如果沒有考潛水牌的打算 都一定要嘗試浮潛的滋味 當地不少民宿都有推出浮潛套餐 這一天我就和民宿的潛水教練 在島上最熱門的浮潛點石朗 感受一下比於圍著的奇妙體驗 大家先排排坐在天然焦石上 聽教練說安全要點 裝好戴眼罩和喉管之後 就三人一組拿著水泡下水了 這道水質清澈 魚更是見慣大場面 見到人都不會避開 當教練拿出麵包 魚就迅速前離開餐 整個浮潛活動大約30分鐘 對於初次浮潛的人來說 是一個不錯的體驗 鹿島曾經是囚禁政治犯的地方 雖然監獄風雲已經成為過去 但鹿島的街頭就變得龍蛇混雜 全城街壁又囚犯逃脫 不用緊張 其實這個是以監獄為主題的紀念品店 是遊客買手上的必到之地 至於這間爐飯 沒有頭髮奶茶 單就有政治犯 強姦犯 通緝犯出沒 餐桌上還有手扣 給客人體驗獄中的生活 相當值得 性交易? 性交易? 不要心邪 其實是買明信片的店 夏天的六島多姿多彩 快點來感受它的熱情吧